作为娱乐圈怀孕时间最长的女明星,李盛产后的生活也成为了众多网友关注的日常。 通过李盛这三个月来的产后生活,大多数网友知道了娱乐圈女星虽然看似胖着玩玩,但背后付出的可不止一丁点。 没生产前,李盛就给自己定下了产后要受多少金的计划,而后便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它。 不过这种瘦身方式估计也只适用于有钱人,毕竟很多普通人产后还是要独自带孩子的。 李盛产后不仅有专业的厨师给做搭配均衡的营养餐,而且还有私人教练教他瘦身恢复身材。 李盛产后的运动方式可谓非常多样了,从陆地到水上,看得网友们眼花缭乱, 带着团队一起运动的他十分乐在其中。 众所周知,七威女儿Lucky近段时间因为手曝光录制综艺,爸爸想想办法把儿大火。 小人儿虽然才三岁,但凭借其俏皮可爱的性格,一时间稀粉无数,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萌娃。 Lucky曝光后,七威也会时不时在微博PO出女儿的动态。 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七威女儿叫Lucky,却不知道她的大名叫什么,这不为了解决网友的疑惑。 七威也在网上首次曝光Lucky大名,李乐奇。 不过七威也是一个马虎妈妈了,自己给Lucky花三秒时间起的名字,第一次跟网友诉说时,竟然写错了Lucky的大名。 并且全然无知,七威这算坑娃吗? 不过好在她还懂得放出一张大家都十分喜欢的Lucky小姐姐照片,要不然真难平息众怒。 哈哈,七威犯下的错,只有Lucky小姐姐才能救她。 继七威坑娃之后,近日李胜也在微博上手谈给儿子好看取名这件事。 据李胜所说,她原本给儿子取名为李狗嗨,说到这个李胜脸上又忍不住散发出了非一般人所具备的好笑容。 听到狗嗨这个名字,连一旁的工作人员都忍不住笑呸了。 不过最后李胜和李嘉航决定把儿子小明取位好看。 这个小明的缘由巨息是为了孩子以后能长得好看一点。 毕竟名字会影响一个人的长相。 所以,为了让李嘉航儿子不难看,李胜也是十分费尽心思想名字了。 哈哈,为爱而生,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。 作为明星父母也不例外,你身边是否也发生过一些取名搞笑小事? 欢迎大家分享。